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来自柏林的首席听力专家田博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这是在瓦斯会议上他所看到的 以及包括他刚才也您也在现场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雨伯在中国的这个临床使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田博您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对您的理解 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机器学习的助听器的话 应该是怎么定义它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说每一个听力损失的人 实际上在现实的聆听中 他的聆听意图不一样了 他需要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EVOOC之前 都是通过实验室或者是临床的听力中心 助听器的验配室去调试 这种调试了在现实的环境中 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听力损失人士 他们的不同的实时变动的聆听需求的 EVOOC这个产品它是利用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方式 实现了听力障碍的客户 根据实时变化的聆听意图 还有它的听觉喜好去调整它的助听器 而且它可以实时的评估这个助听器的效果 噪声的情况怎么样 听的是不是满意 它的听号能是不是比较少 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的理解 对 谢谢 然后像我们也知道 因为刚刚在开会的时候 他有那个Oliver有讲到说 实际上在EVOOC上市之前 其实在全球市有做了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 就是用户调查 就用双盲的方式来评估一下说 大家对于这个EVOOC使用 大家的感觉是满意OK 以不OK 会通过这种方式去做 那我们也知道田伯这边 其实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一部分 他们也做一些临床 包括后面他们自己又增加做了很多这方面临床的研究 所以田伯跟我们介绍一下 所以在中国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 我想每一个听力中心都会有一些疑难的客户 疑难的客户 有的时候是他的听力损失了非常复杂 他的听力图了 不能完全解释他的言语分辨率比较差的这个情况 或者他的聆听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把这部分客户叫做问题客户 通过我们平常的调试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这一次EVOOC这个机器上市了 我们就挑选了这一部分比较难的客户去做视听 整体来说客户自我的感受 都是比他原来的助听器要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人工智能助听器的使用 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前的助听器公式的设定 所以到未来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助听器 都用这样人工智能调整的技术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助听器放大公式的改变 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 因为EVOOC这样的机器 它在大量的收集数据 它在成长 这个机器学习在成长 它之后会反馈给燕佩斯 反馈给助听器的生产厂家 更多的一些信息 专业燕佩斯来说的话 您觉得怎么看待 如果面对未来 如果有这样子的 这一些AI的这种压力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你只是在销售助听器 可能很快被挤掉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专业的燕佩斯 毕竟我觉得听力障碍的人 是自己生活经验的专家 但是助听器的燕佩斯 一个优秀的燕佩斯 应该是一个听力学的专家 这两个专家的工作 一定是要合在一起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于一个愿意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燕佩斯来说 他可以从听力障碍人士 佩戴EVOOC的数据里面 其实可以学到非常多的调试的经验 因为他每天处理的 这个听障人士的听力问题 可能就是几个人 但是通过这个数据学习 其实他可以分享到 几万人的听力损失 使用助听器的经验 同时如果全世界 所有的使用EVOOC的燕佩斯 都在参与这个数据的调试和收集 他也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是怎么调试这个助听器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以前是达不到的 对相当于是一个网络大学 就是你可以获得到各种各样方面的一些 别人是怎么设置你的一个参数 对 那所以这边说回来 我们也想说一下 因为田柏林是柏林听力的首席听力专家 所以也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柏林的情况吗 谢谢 柏林是成立于2008年 当时我们成立柏林这个机构了 是说在中国我们想建立这样的一个样板 就是助听器不是卖的 是要厌配 是要调试的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有这样的一套厌配的哲学 就是说我们为每一个听力障碍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他的生活和社会参与的这样的听力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Evoke这样的产品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对一些客户的听力可以重新去评估 给他们听力损失去做重新的认识 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 也是我们柏林愿意一直坚持的一个方向 非常感谢田柏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我们也希望田柏以及他的柏林 包括我们说Evoke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成为我们中国很专业的一个听力的中心 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听力解决方案 谢谢你田柏 谢谢